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期点 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 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静 各位早上好 我是周运 今天是2019年的3月1号 星期五 新的一个月又开始了 今儿算是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 很多事情我们待会儿 有些重头消息会发布一些经济指数 还有春运结束了等等 但是我们要回顾一下 昨天2月份最后一天 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 这个是国际罕见病日 我们把这个热度要延迟下去 因为对于罕见病的关注 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比方说什么叫罕见病 这罕见病是指患病人数占到总人口 只有千分之零点六五 到千分之一的这个疾病 所以得的人很少 大家把它也称之为孤儿病 没错 这类疾病的 虽然是患病率低 但却种类繁多 就专家介绍的全世界范围内 有接近七千种 而且难诊难治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罕见病 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 而且光是我国的患者人数 就已经接近两千万了 所以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 叫什么 罕见病不罕治 咱们国家就两千万 很多这个罕见病的患者 不仅是饱受病痛的折磨 而且他们还面临着缺医少药 花费巨大等等的问题 但是在另外一边 很多厂家因为知道 这个市场不是很大 你要研发一种 专门针对某一种 罕见病药物的这个过程 成本等等又太高了 所以为此国家也是接连的 拿出了发布 罕见病目录和诊疗指南 降低罕见病药物增值税 推动组建罕见病 诊疗协作网等等的措施 来帮助患者 这个疾病可以罕见 但是关爱不该罕治 那么抗击罕见病 您认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稍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 这个话题的详细的报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 再次通过摇一摇电视 可以看到我们的抽奖页面 参与我们送免费书籍的这个活动 另外今天节目 还会看到哪些内容呢 咱们来了解一下 我国罕见病患者超过2000万 卫健委发布121种罕见病诊疗指南 21个罕见病药品 既起降税 抗击罕见病 我们还该做点啥 夜空成蓝海打造新液态 灯光秀吸引夜间客流 带动城市旅游业发展 第一时间 今日关注点亮经济 以防养老为借口 骗走他人百余万 嫌疑人落网 便称借钱投资 更多案件细节稍后呈现 公交司机连续躲避 女子翻滚一条街 钻进车轮下 老人百米冲刺来碰瓷 司机惊出一身冷汗 为躲监控 男子身挂车头 用身体遮挡号牌 聚焦热点事件 搜索时事新闻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新闻热搜榜 主要关注是两个2月份的经济数据 还有两个比较需要关注的问题 先来看看这个经济数据 2月份这个经济数据 大家之前是有一些预判的 比方说可能会见底 这个是可能因为受到春节假期的影响 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会低于预期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先行指标 这个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就是PMI 2月份这个PMI是发布了 数据显示 2月份的PMI指数是49.2% 这个确实比上个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 这个指标已经连续三个月 运行在融库线之下了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据解读 2月份PMI指数为49.2%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在构成制造业PMI的五个分类指数中 生产指数为49.5% 比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 位于连接点之下 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减缓 新定单指数为50.6% 比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 重返连接点之上 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回升 由于受到春节因素的影响 企业生产经济活动 这一月是有所放缓 所以使得2月份制造业PMI出现了小红的回落 但是随着六吻政策措施的推进和落实 市场需求也是有所恢复的 企业的信心有所回升 产业优化升级在不断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 从企业规模看 大型企业PMI为51.5% 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继续高于连接点 对制造业整体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而中小型企业PMI则为46.9%和45.3% 分别比上月下降0.3和2.0个百分点 均位于连接点以下 这个月的大型企业的PMI指数 还是进一步回升的 但是中小企业 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说在有关政策方面 在市场的这种运作和操作方面 还是要进一步如何去扶植中小企业 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这个二月份因为在假期之内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制造业的 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数值 是有所预期的 但是总体还是在大预期范围之内 不过要想到 整体的中国的经济 现在服务业已经占到 GDP的一半以上了 所以要看另外除了制造业PMI以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这个指数也发布了 二月份是54.3% 比上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增长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表现 分行业看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5% 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 服务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 从市场需求和预期看 服务业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0.5%和60.6% 分别比上月上升0.3和1.8个百分点 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企业对行业发展预期向好 这个月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一下 一个是稳 另一个就是快 稳主要体验在二月份的服务业 它的商务活动指数以上也基本上是持平的 越高于去年全年总体平均的一个水平 快主要体验在服务业扩张有所加快 这就表明服务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从行业大类看 铁路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货币金融服务和租赁 及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业务总量实现较快增长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9.2% 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 建筑业总体仍保持较快增长 从市场预期看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6.7% 比上月和上年同期 分别上升2.2和1.0个百分点 继续位于高位景气区间 说到这个服务业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业的市场需求 在进一步的扩大 但是在快速的发展当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信用记录不全 手信激励 失信惩戒的机制 没有建立起来等等 昨天的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发布了关于建立 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 向社会征求意见 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 重点是 推动大型家政企业率先建立 家政服务员信用档案 推动地级以上城市商务主管部门 率先为本地大型家政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逐步推动为所有家政企业建立信用档案 家政服务员的信用档案 既包括他本人的基本情况 也包括家政服务员在从业过程中的一些信用记录 比如说业主投诉 还包括家政服务员以前的一些犯罪记录 家政企业的一些信用档案 包括他的手法情况 消费者投诉的情况 意见包括 将建立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 并在省级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平台上公布 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而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家政企业将纳入红名单管理 引导消费者在选择家政服务时优先考虑 加大对红名单主体推介力度 根据初步统计 目前全国家政服务员约有2000万人左右 家政业年营业额约为5000至6000亿元人民币 年均增长20%以上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随着我们二胎 包括老龄社会到来 我们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 对家政行业发展的需求 会越来越强烈 那么对家政行业信用的要求 其实也越来越强烈 你看我想到春晚的时候 贾链的小品家政服务保洁员 一旦客户有一点点不满意的话 你看客户说我要投诉你等等 那人投诉到公司 有一系列的不诚信服务不优良的记录 但现在国家来统一了 大家以后也好更方便地来进行查询了 相信这个行业会发展得更加的健康 再来看看关于水环境 昨天的生态环境部召开发布会 会上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表示 2018年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地改善 但是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生态环境部介绍 2018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 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 达到71% 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对饮用水水源地排查发现的 6251个问题 其中6242个于2018年底前完成整改 到2018年底 36个重点城市1062个黑臭水体中 95%消除或基本消除黑臭 实现攻坚战年度目标 尽管取得积极进展 但水污染防治面临的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一些地方城镇和工业环境技术 设施欠仗依然很大 流域生态破坏现象依然十分普遍 所以生态环境风险居高不下 水管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下一步 生态环境部将以长江经济带 和环渤海区域为重点地区 以工业园区 林矿 林化工企业 林石高库 排屋口整治为重点内容 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 到2020年 长江流域和环渤海 入海河流基本消除猎物类国控断面 生态环境部还表示 将进一步强化市中市后监管 加大对各类还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编制人员实施5年内禁止从业等处罚 构成犯罪的还有移送司法机关 并终身禁止从业 媒体全搜罗新闻在发现 下面来看今天这个媒体新势力的榜单 昨天2月28号 是第12个国际罕见病日 所谓这个罕见病就顾名思义 就比较少见的 也就是发病率比较低的 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罕见病是指那些患病的人数占总人口 只有千分之0.65到千分之1的疾病 这个发病率确实相当的低 但是你别看它低 它的威胁不大 但其实它对于人类健康的威胁 其实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它病种多 一种罕见病它确实没有多少患者 但是好几千种罕见病 加起来总的患病人数 就是个不容小事的数字了 更重要的是罕见病它不光确诊难 最主要的还是缺乏来治疗这些病的 针对性的药物或者是治疗办法 为了更好的救治罕见病 就在最近国家卫健委还专门发布了 中国罕见病诊疗指南 一共对121种罕见病的定义病因诊断和治疗 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罕见病具有患病率低 种类繁多 难诊难治的特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罕见病是指患病人数 占总人口千分之0.65到千分之一的疾病 全球预计有3亿名罕见病患者 80%为遗传疾病 普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非常多的罕见病无药可用 现在因为世界范围内 接近有7000种的罕见病 不到5%的罕见病有药物的治疗 专家表示 在我国有近2000万的罕见病患者 且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 为了规范罕见病的临床诊疗 中国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版 由全国80多名知名专家编写 用90多万字 对121种罕见病 详细阐述了定义病因诊断和治疗等 并在每一种罕见病的最后 提出了诊疗流程 以清晰的流程图形式 向读者展现诊断流程和治疗原则 知识的培训 医生的培训 继续教育尤为重要 让现在当前 罕见病罕见 会诊断的医生更罕见这种局面 要首先改变 针对罕见病用药难用药贵的问题 除了加快罕见病治疗药品审批 国家还在减轻罕见病患者负担上 也拿出了实际措施 就在前不久 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药监局四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罕见病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决定自2019年3月1号 也就是今天起 对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 国内环节可选择按照检疫办法 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进口环节减按3%征收增值税 针对这个罕见病为什么要在国家层面上 有这么多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措施呢 因为作为这个生产厂家 他要治疗罕见病的话 起码有三个不确定 一个就是成本不确定 一种药的研发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 到底要投入多少成本 这个对于罕见病治疗来说不知道 二一个就是监管不确定 因为一般的药物呢 它要做临床的试验 罕见病某一种药物的患者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要做大量这个临床试验 这个当中的监管的规则 这个审批的程序等等 到底会怎么样来确定 很多厂家是没底的 还有就是效果不确定 即便是这个药做出来了以后 要再投放到市场上 企业有多大的成本 有多少的利润 治疗的效果又会怎么样 又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不在国家层面上 对它进行一些税收 或者是审批上的优惠和支持的话 没有太多的厂家 愿意去冒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去对罕见病进行研究 但刚才看到的 国家已经对首批的 21个罕见病药物 还有4个原料药呢 给予了起码的这个增值税的优惠 这种做法到底会给 罕见病的患者减少多大的负担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孙岳是一位脆骨病患者 早在一岁时就已经被确诊 与普通人相比 就算是一些轻微碰撞 也会给脆骨病患者 带来严重骨折 因此脆骨病患者 也被人们称为瓷娃娃 早在去年5月 国家卫健委等5部门 联合制定了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 首次将脆骨病收入其中时 孙岳就非常兴奋 因为推这个名录 推罕见病的概念 是我们罕见病工作的第一步 如果没有这个范围的话 那就什么工作也做不了 而更让孙岳兴奋的是 从本月起 国家对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 和4个原料药降税 意味着直接关系到 罕见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去年的抗癌药降税政策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受该政策影响 有14种抗癌药的 终端价格有所下降 下降幅度在2%到6%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降税 希望是能够 一个是鼓励药厂 他们能够更好的去 把这个药物的价格控制下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希望我们的患者 能够顺利地用上药 我们的罕见病药物 经常断药 就是药厂可能觉得不赚钱 他就不生产了 同样从降税政策中 看到希望的还有医生 割蟹病是一种 耗发于婴幼儿和儿童的罕见病 目前上海共有6名割蟹病患者 在上海市 儿科医学研究所接受治疗 其有效治疗药物 是法国一家药企生产的 价格十分昂贵 一次输液 就需要花费3万元钱 一年24次 总花费将高达6-70万元 虽然上海把这种药物列入医保 减轻了患者个人的负担 但对医保资金来说 这样的支出 无疑也是昂贵的 而这次适用于降税政策的首批 21个罕见病药品清单中 就包括治疗割蟹病的相关药物 除了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 很多罕见病患者 还希望国家 可以在推动罕见病诊疗上 也能采取更多的举措 25岁的张孝 是一名患有年多堂 住基医行症的罕见病患者 从1997年确诊至今 已经22年 在这段漫长的求医路中 他遇到了很多困难 病发症的设计的器官太多 所以需要检查的 那个项目也很多 所以每年的经济费用也很高 特销药的话 按照国外的 那个用药的药量和价格来讲 以我40公斤的体重 我每个月的用量 大概是要用8瓶的药 每周的话 7到8万这个样子 有些小的问题 明明当地医院上 应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因为当地医生 对我这个病的不了解 所以在用药上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治疗上也会耽误很多时间 医生更多的联手 医疗信息更多的共享化 也会让更多地方性的医院了解罕见病 而这种期盼 在近日也终于得到了回应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通知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32家省级牵头医院 和291家协作网成员医院 组建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并明确建立我国罕见病患者登记制度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将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输一次也就要三万块钱 可能对于很多罕见病患者来说 第一重打击就是我能得这种病 就是命运的不公了 二重打击就是这个经济上 但其实从财经的角度上来讲 你治疗罕见病的话 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常委理论 经济学上都知道 除了那个头部 大家最集中的关注那些领域以外 你如果把后面这些 虽然单个的体量比较小 但是整体加上来 其实效益还是不错的 这种市场抓住 对于起码一些企业来讲 它还是有利可读的 但是罕见病的治疗 恐怕就很难试用这样的规则 因为一种罕见病 你只能在一个领域当中 通通都研究透 把这些罕见病的研究治疗 诊疗等等都集中起来 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但是在咱们国家 还是有想办法 来把这些医疗资源 集中到一块的一些做法 比方说现在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现在已经汇集了 多个临床学科 还有遗传学领域的专家 成立了一个中心 就叫罕见病中心 我们来看看 9岁的蓬蓬刚刚做完手术两天 医生说再过两天 她应该就可以坐起来 甚至下地走路了 她患的罕见病 叫面肩公肌营养不良 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 面部肩部 宫二头肌肌肉萎缩无力 7岁的时候 蓬蓬开始发病 开始只是走路有点薄 两年多求医过程中 上半身已经严重变形 辗转了几家医院 最终来到北大医院的 罕见病中心 骨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等多学科专家会诊后 为蓬蓬制定了治疗方案 呼吸支持 脚型外科手术 康复训练 能够延缓这些疾病的进展 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延长他的寿命 如果说你不治疗 那相应来说 他呼吸功能的受影响 呼吸衰竭 那么会甚至会危及生命 专家表示 罕见病的诊治是整体问题 中心成立后 不管罕见病患者 首次就诊的是哪个科室 专家都会向中心汇报 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 一站式服务 能最快地让罕见病患者确诊 为了充分整合优势资源 中心还设立了咨询委员会 由全国近十个省市的 罕见病领域专家组成 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 最快的时间 然后最节省经费 然后让他快速得到诊断 得到诊断才能够得到 最正确的干预也好 或者治疗也好 所以真正获益的是患者 其实在抗击罕见病上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来鼓励药物研发 和解决患者的负担 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 一些国家和地区 为鼓励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和销售 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比如1983年 美国通过了罕见病药物法案 成为第一个为罕见病药物 立法的国家 日本于1993年通过相关立法 2000年针对罕见病药物的欧盟立法得以实施 相关立法涉及到的激励措施包括 罕见病药物研发费用的税收抵免 免费的研发咨询 授予多年的市场独占权等 为确保能及时向市场供应罕见病药物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相关药物 采用了特殊的上市审评政策 这些程序包括优先审评 快速通道和加快上市批准等 值得一提的是 在塞尔维亚 如果某个药物已经在其他较大的国家 获得上市批准 那么在本国的审评程序就会简化 此外 在有些国家治疗非罕见疾病的药物 如果获得罕见病药物认定 可按罕见病药物获得上市许可 在美国 罕见病药物中抗癌药物的数量最多 占所有罕见病药物的32.5% 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类似 为减轻患者负担 一些国家也出台了罕见病药物报销政策 在法国 相关药物的报销比例为65%到100% 以色列则制定了相关药品报销目录 为方便罕见病患者进行治疗 欧盟相关法令还规定了患者 具有跨境治病的权利 按照相关法令 如果一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 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 为本国的罕见病患者提供必要的治疗 那么患者有权到欧盟其他成员国治病 世界各国包括咱们国家都在针对罕见病 出台自己适应国情的一些治疗方法 因为的确这个罕见病真的不罕见 刚才说咱们国家罕见病可是有2000万的患者 这相当于几乎整个北京市的人口的规模 要治疗这么多的罕见病患者 到底应该推出一些什么样的相应的政策 其实在另一方面 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 罕见病到底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病种 又有什么样的症状 比方说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的就是 见动人 这个也叫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患者患病以后 肌肉开始逐渐变得无力 说话吞咽和呼吸功能开始减退 直到呼吸衰竭死亡 另外就是玻璃人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血友病 表现主要是轻微的外伤以后 出血不止或者自发性的出血 还有其怀关节等等 负重关节会反复的出血 另外一种叫黏宝宝 就是黏多糖处积症 表现是粗糙的面容 角膜的浑浊 还有关节僵硬 身材矮小 干皮增大 耳鼻喉部的病变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片子当中 听到的割蟹病 表现主要是多系统的致脂沉淀 累积到骨髓 干皮 骨骼 以及神经系统 会导致疼痛 骨损伤 甚至是死亡等等 这个罕见病的背后 其实除了国家层面 企业层面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患者自己 比方说 你听过自己骨折的声音吗 有些人可能会无法形容 也无法想象 但是对于罕见病患者 宅进来说 这是一种熟悉的声音 跳舞更是做更真实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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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岁的时候 同龄人都上学生班了 我父母为什么不能上 父母说你怎么上 我没有上班怎么 你是要抱着 那时候我就一直说 可能就是他们能做的事情 我不能做 我不能做是因为什么 可能就是身体比较特别 那时候就是没有特别知道 自己是一辈子会这样 像我妈说我在三岁之前的时候 大概一年 就最高有过二三十四 一些又暂停了 等待的这个酸口 那这个骨头愈合之后 然后再做那件事 四十四 四十四开始画 我记得我在画中 我完全就经常是曾经来 完全没有周边画的 做一个残障伙伴 要走向公众 或者走向突破自己 确实有一个很困难 勇气怎么去突破 很重要的是给他一种接纳 用正常的眼光去对待他 让他感觉到是平等 他可以找到同伴 你拿着或者飞来飞去的动作 一般对于曲娃娃来说 是比较有难度的 在舞蹈当中 我需要有人去支撑我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 我都支撑别人的时候 这种转换 这种交流影响了我 就是我感觉到 那个场景下 我跟别人没有不一样 因为你很帅气 所以你做的时候 每件事都很厉害 我现在是这样的一段 真的是因为我是我 所以应该有不同的美 这应该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跟一样的 就一样的拜拜经历 大眼里面靠别 所以就跟扑克一样 真的要欣赏 因为我欣赏这个东西 努力 我觉得我才能觉得 我没有白活 其实最欣赏的是 翟景他除了 罕见病患者 这个称谓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片子当中看到的 舞蹈爱好者 每一个人都向往生活 向往像舞蹈 音乐等等 这些生活当中 美好的东西 也许命运的安排 有所不公 罕见病的确很罕见 但是对于生活的 这种热爱 其实非常普遍的 希望这种罕见病 不会击垮每一个患者 在自己和病魔抗争的道路上 他们要给自己加把劲 当然更多的 罕见病 不光是一个医学问题 更是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要解决罕见病防治方面 存在这个问题的话 还是需要我们的政府 医疗机构 社会组织等等 总之 全社会的 共同的协作和努力 来帮助他们 让罕见病不罕见 但是对于这种罕见病 我们到底还能做一些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抗击罕见病 您认为 我们还可以做点啥 欢迎大家到第一时间的 官方微博上 来参与我们这个互动讨论 给罕见病患者再加加油 大大气 想想还有什么一些 理智的可以做的事情 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另外还是提醒大家 选中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 看到我们的抽奖页面 还是有机会 获得我们免费送出的 50本好书 期待大家的参与 来看其他的事情 这最近呢 在陕西西安 谭女士的 谭女士在料理 玩父亲的丧事以后呢 突然发现 自己的父亲 买了很多的保健品 而80岁的母亲拿出一本 既有22页的购买 既是本 这上面有购买的时间和价格 一算 两个人在10年时间里边 一共花费了50万 来买保健品 他那钱都全部在保健品上 一分钱没存 没有整一分 就买个保健品了 我费行工资还可以5000多 他下了工资 一分钱不存 通通的买药吃 他是个真教授 最早是那个 是不是能降糖 就开始 一开始吃卖药 最后就因为 你自己不买太多 吃不完 所以在哪里都一样都是存 到现在我们40充糖了 也还存着呢 你不买 他就花脾气 收起啊 非要买啊 没办法 那他是走了以后 我饮了一两两八 天天仍要 没有饮了大肚子 那你把你害死了 他害死了 他还没等账 好多都没有记 反正他们工资本 是俩上的这几毛钱 人走了 药还在 只有人了 总之呢 这个老人有需求 市场有套路等等 这些关于老生常谈的 这个保健品的话题啊 从一个一个例子来看 还是没什么变化 该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从这个生产 从市场的监管等等 要加强 另外还要尽快完善一下 保健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另外就是子女了 再多多的反思吧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看到以后 多多的陪伴 和关心一下自己的账备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 会带给大家 满满的正能量了 这几天呢 湖南衡阳最美流浪汉 何小泉成了网络名人 他感动了很多的网友 在饿了整整两天 身无分文 饥饿难耐的时候 他捡到了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里边 有两千多块钱的现金 还有银行卡 但是何小泉毫不犹豫地 交给了民警 我就问他 钱包里还有什么东西 他说我没看 我只看到里面有现金 不犹豫地 reaches 西部 就是 服务的 抵费 可以 这 不 都有 于 如果 穿好 然后 适瓶�追 喝水吧 就是他大爷有病了 他想出去打工 给他大爷 还那个 我就是这样的 来看你了 你想回家吧 不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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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跟你父亲娶了点 是你父亲委若我们復币的 把你接了就不敢去 这个是你父亲我 旁边是你弟弟我 这个就是挺像的 父亲挺像的 我这几天不能回去 你回来吧 我们接你去 我们接你去 你懂 不是 我现在想你别见 想家吧 我多久没洗澡了 我眼睛了两个月 最近两个月就洗澡 那里平常在哪里洗澡呢 想家人家是 最美流浪汉的世界呢 到这儿好像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 但是想想当初身无分文的时候 光是那钱包里的两千块钱能做什么 吃顿饱饭 睡个好觉 买一张回家的车票 总之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以后 很多人突然对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这样的一群人吧 有了一个新的人士 比如有网友说 一个内心善良 政治的人 不一定要拥有所谓的社会地位 财富等 什么样的境遇也阻止不了 这种内心正直的人 发光发亮 还有网友说呢 纯洁的心灵 值得人尊敬 我们也祝愿何小泉回家以后 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好 但其实在很多的流浪人群当中 像何小泉一样 拥有高贵灵魂的人 还有很多 就在2018年的11月份 还有一个流浪汉的视频 温暖了无数人 这样的举动 感动到您了吗 有的人在流浪 心却在天堂 也许流浪只是生命的误会 善良的心 才让你彰显尊严 也许贫穷能限制得住你的形象 但却无法掩盖你心灵的光芒 好 稍后敬请给大家 带来第一时段的看天下 来看天气之前 我们先来看美景 近日随着气温的回暖 很多地方的鲜花都开了 南方多地迎来了春回大地的美景 春风里繁花下 带队老师正与学生们 吟诵有关桃花的诗词 在鸟语花香中 学生们以你问我答 相互考试等游戏温习课文 桃园里不时传来 朗朗读书声和爽朗的笑声 在我们学校旁边的桃花林里 感觉今天老师教我们的课文 很容易就学会 学得很开心 并且在这感觉 这一天特别放松 带队教师左岳梅告诉记者 带着学生走出校门 在绵延百里的桃花园里 感受春天的气息 教学成效比在教室里讲的 要明显得多 最近晚南地区阴语连绵 在安徽社县徽州古城 迎来了梅花绽放之头 经过春雨的洗礼 白得更白 红得更红 带着雨露晶莹剔透 甜淡雅致 暗香浮动 别有一番风味 年日阴雨 这些古城墙根下的梅花 不仅没有凌落成泥 反而色更艳 香更浓 土蕊怒放的梅花 偶尔还有小鸟 在白梅花丛中飞来飞去 加上古城墙上 成串成串的大大红灯笼 一切都在传递着春的美好 而在云南省红河州各地的湿地公园 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景象 走进卢西县黄草州湿地公园 一切都是春天的样子 桃花盛开 柳树发出了嫩绿的新芽 微风吹来 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圆韵 野鸭在湖面上开心地玩耍 而作为当地人的后花园 翼龙湖国家湿地公园里 也是一片烂漫春色 惹人醉的景象 缤纷绚烂的各色花卉 静香绽放 仿佛置身花海 让人目不暇接 一串红 康乃鑫 木桐薅 美女鹰等花卉 散布于步道两旁 温馨浪漫 生机勃勃 我们再换一种画风 昨天江西庐山 古牛岭 大岳山等高海拔地带 呈现美丽的 雾松云海景观 来看看 云海弥漫古岭山城 高山峡谷 亭台街市 笼罩在一片 薄雾青沙云征峡位中 云起云落 云涛奔涌间 山岭最高处 隐隐露出洁白的雾松 雾松与云海相应成画 构成一幅 大美的东日山居图 都说不识庐山真面目 确实看到了 这个烟雾缭绕 这种景色特别壮观 雾松晶莹剔透 就像感觉 进入到了童话世界一样 云海太壮观了 庐山美景观不尽 以后还要来 此次雾松 掩映在浓雾的美景 实属罕见 据庐山气象台预报 当日最低气温降到零度 天气阴有小雨 各种气象条件 有利于雾松等气象景观的形成 近期 庐山高山地带天气炸暖还寒 总有雾松树挂等美景 惊艳呈现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 眼下北方多地的天气逐渐变暖 但是南方很多地方 依然是持续阴雨天气 事实上 从去年12月以来 南方地区就被阴雨天气霸平 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城市 日照时数之少 阴雨日数之多 已经破历史记录 据中国天气网统计 从去年12月1号到今年的2月25号 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大城市的 无日照天数均超过了50天 其中长沙共有72天 日照时数为零 而杭州共有66天 出现了雨雪天气 那为什么南方降雨天气会这么多呢 专家说了都是厄尔尼诺惹的祸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认为 这种本应发生在夏季的 长江流域持续性降水 提前到冬季出现 可以称为东行夏令 即在冬季出现夏季梅雨季的 大气环流和持续性降雨 这种天气现象 与从2018年9月起出现的厄尔尼诺有关 是海洋和大气协同作用的产物 由于这次厄尔尼诺的出现 导致西太平洋负热带高压 较常年偏强偏西偏北 从而有利于引导低纬度地区的 大量水汽向我国输送 同时冬季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过程频繁 强度较强 冷暖气流主要在江淮至江南地区交汇 造成这些地区降水明显偏多 出现持续的阴雨寡照天气 专家提醒这种冬春季的低温联姻雨 对南方倒秧生长十分有害 如果这次低温联姻雨持续到今年3月甚至5月 则将会对南方的农业生产产生重要影响 据说最近南方的朋友流行在手机上种太阳 那今天已经进入3月了 那么持续的这个雨怎么下 主要下在哪些地方呢 天气方面还有哪些变化 马上来连线今天的气象主播孔德翘 请他来跟大家说一说 德翘早上好 早上好 静静 的确进入到了新的一个月 其实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 南方上演了一部超长的英语连续剧 这其中呢刚刚提到了长江中下游 这一带的戏份最多 而长沙无疑是这段戏当中的戏罢了 因为呢在省会期城市当中的 长沙的单日的平均日照时间是最少的 而平均的湿度则是最高 是不折不扣的最缺阳光的城市 未来呢一段时间呢 长沙的这个降雨的趋势应该说是 下两天停一天之后又会下三四天 这也代表了未来的南方的一个 下雨的一个状态 像是今天明天南方阴雨再起 而且雨下得大的地方呢 又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 像是在浙江的西南部 安徽的南部 湖北的东南部 江西北部以及湖南的北部这一带 今天还讲可能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 要关注在安徽以及湖北这里呢 因为近期的热力条件比较好 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 雷暴或者是冰雹这样的强的都天气了 另外呢从城市当中南京合肥武汉长沙南昌以及杭州 未来一周应该说雨水的出群率都会相当的高 不过呢值得关注的是在三号 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呢 南方的降雨应该说是会短暂的停歇一天 所以如果出行的话 应该说周日是比较适合大家户外活动的 好 静静 希望这个周日大家能够晒晒太阳 刚才说了南方是不变的雨 那这个北方呢 北方三月份开始的这个天气特点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南方呢应该说是在比着下雨 北方则是争着摸高 尤其是哈尔滨啊 更是经历了史上最为温暖的二月下旬 那延续到了三月份 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这一带 未来几天呢 气温将会继续的偏暖 而且周末气温还将可能会再创新高 往南一边像是以北京为代表的 华北黄怀这一带 未来几天天气也是会比较的温暖 像北京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 基本上都能够达到15度上下 相当的暖和了 不过要注意一早一晚 天气还是有一些冷的 只有零度或者是零度出头 应该说白天穿个薄外套 但是早晚要换上一个厚一点的棉衣了 往西一点 西北地区东部这一带呢 今天的降雪应该说是进入到了尾声 而且周日的时候 这一带的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 像是银川兰州以及西安 周日就会明显的温暖舒适 所以跟南方一样 这一带应该说周日是非常适合出行的 好 天气我们先说到这儿了 好 天气